话说就以前有一个国王嘛 那个时候那个国王他有一大片土地啦 租给他的这个 知名 种这个农中物啊什么的 租给你的话你要给税嘛 那么他的税是怎么样算 你出的地到底有多大 好那么这个国家呢他就比较 落后一点啦 所以呢他的这个计算模式 国王讲 我自己定一个unit叫Ella 那是从我的鼻子到我的手 这个长度叫做一个Ella 大家就有了一个 依据嘛 所以大家就拿绳子去量国王的鼻子 到他的手有多长 然后就拿出那个绳子啊 就去量他们的地 到底有多长的啦 这样子来给钱啦 所以这个国王呢他就用这个方式 收了很久很久的税收 都没有事情 结果突然间有一天呢 国王心脏地就死掉了 到他的儿子继位了 要怎么办呢 税怎么收 跟这个儿子讲 你好我是赖老师 欢迎你加入赖老师 物理教师 观点赖老师 观点赖老师 我们会 其实观点赖老师 我们都会用这个 unit SI System Unit Tarabasa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 这个就是一个 世界通用的 大家共同认同的一个 单位系统了 这里就要讲一个故事了 为什么要这个 这个 SI Unic 话说就以前有一个国王 那个时候那个国王 这个国王 他有一大片土地啦 那么他的土地呢 他就 租给他的这个 子民 租给他的子民 就去种了 种 种这个 农中物啊什么的 好 那么 我 租给你的话你要给税嘛 那么他的税是怎么样算 要算怎样算那个 你租的地道有多大 好那么这个国家呢 他就比较 落后一点啦 落后一点 所以呢 他的这个计算模式 是讲 不忘讲 我不懂要怎样算 不如就这样啦 我自己定一个unit叫 Ella 多少毛 那么这个Ella呢 是从我的鼻子到我的手这个长度 叫做Ella 这样子就大家就有了一个 依据嘛 所以大家就拿绳子去量国王的鼻子 到他的手有多长 对不对 然后就拿着那个绳子 就 就去量他的地道 也有多少Ella 这样子来给钱啦 所以这个国王呢 他就用这个方式 收了很久很久的 税收 都没有事情 都没有事情 都很OK啦 好 结果 突然间 有一天呢 国王心脏地就死掉了 死掉了 到他的儿子继位 这样子继位 这样怎么办呢 国王走 死掉了 叫他儿子继位 怎么办呢 他们就问 睡什么收 这个儿子讲 照样 从鼻子到 手 叫做一个Ella 这是从他的 鼻子到他的手 这个叫一个Ella 够力了 你看这一段 跟他的这一段差距 他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如果大家对于unit的看法 是不同的 你发现到会有很多问题的 包括我自己都遇到一些 一些问题 好像我们马来西亚买衣服 对不对 我们是看多少 阴气的 这边的这个胸围 然后这个衣服的这个 袖子扩 是算多少阴气的 奇怪 阴气不是 阴气是阴质来的 多少寸 不要叫寸 这是阴质来的 Inferior 我们习惯来用寸的 我在这边 买鞋子也是用寸的 呃 所以你在这边买衣服 你是 就可能 会跟他讲 我要几招 就要寸 腰位就要寸 你坐过那个裤子的话 我会要14寸 28寸 30寸 可是现在很多人 就开始上网买了 当然现在Shopee很简单 上次我们在买的时候 一开始跟淘宝 跟淘宝买东西 他不是用到寸 还用到CM的 你就blur了 所以我老婆就来问我 你要买 你要要几够CM吗 哈哈 我要几够CM 我不知道 因为淘宝里面的 这个衣服的规格 全部都是跟CM走 你看 我们用不一样的unit 就有这样子的问题 要为28寸 换取到CM是CM Google可以找 就不讲了 好 所以他会有问题 好像淘宝他用的是 我们做货运 你运那个 你的物体回来 海运 他是算你的这个volume 然后他这个volume 他是算什么 中国用的真的是 SI unit 他算meter cube的 m乘m乘m 我们讲说18寸 对不对 18寸是 长程过程高 所以是meter 乘meter 乘meter 等于meter3 这个叫立方米 meter cube meter Badu 他用meter Badu 我们这里用的这个volume 如果我们讲这个多少的话 是用到多少 一样的多少寸 所以 自己要转换 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 每个国家当你们要做生意的时候 你用你自己的这个unit 我用我自己的unit 就会有问题 所以呢 就有一个国际大会 我们叫国际测量大会 就是说 每个国家就派代表来 第16届是190多年 然后当家开会讲说我们要定一个同意的 这个unit OK 叫做System SI 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 需要的那个单位上面的不符合 全部都是最后refer回SI unit 然后通过它来做转换 这个就叫做System unit antarabonsa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因为我们在讲管理的assass 对不对 管理的assass 这个最基本量 基本量就是它没有办法在从别的不理量里面再 特别出来的它是最基本的 以前五个现在多两个 那么我们慢慢来 大家介绍 好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继续 想找我上个吗 请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及分享 当然你也可以到我的脸书 带老师物理教室 会有不密切的文章以及生活物理小知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见